记者朱佩雄桃园机场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一配合党庆活动,下午搭机启程出访菲律宾及泰国,由于泰国签证迟迟在昨天下午才获得批准,吴敦一姓钱对此表示,给友好国家免签证要很郑重,如果东南亚国家不能给我们国家免签证,反而我们都给他们免签,这中间有需要相互再考量的地方。 吴敦一表示,菲律宾与泰国有很多侨胞是中国国民党员,也在当地庆祝党庆,尤其是在对日抗战后留在泰北的党员,很希望国民党主席能够过去探访,所以试图申请菲律宾与泰国的签证,菲律宾很快就同意,泰国的签证几乎快出发前才接获批准的讯息。 吴敦一指出,过去要争取美国加拿大的免签非常不容易,在民国一百年他担任行政院长时,才完全符合美国要求的标准。 我们是美国免签证的第37个国家,经过这几年,美国也只有给38个国家免签证。 吴敦一表示,我们要给友好国家免签证要很郑重,对当地要十分的了解。 如果东南亚国家不能给我们国家免签证,反而我们都给他们免签,这中间有需要相互在考量的地方,希望将来更多的同胞要到泰国或其他东南亚国家也都能够得到比较多的尊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